各位聽眾朋友大家早安 歡迎收聽世界一把抓 每個禮拜一的早上9點到11點鐘 在空中和你一起來聊 生活理財術 好啦今天的第一個小時 如果今天你是用YouTube收看 我們直播的話 你應該已經看到了 我們今天現場請到了兩位大來賓 我們今天把楊月娥阿兒姐 以及她的寶貝女小禎 都一起請到現場了 大家好我是阿倫 大家好我是小禎 好啦今天既然我會有 這麼好的機會 把兩位一起請到現場 因為待會兒我想要跟 兩位一起來聊一聊 子倫我本人最近一直很聊的一個話題 是和父母好好相處到老 一定要談錢 這樣的一個主題 因為是一個親子的話題 所以今天我們還會把兩位也是親子的組合帶到我們現場 不過在這一呃之前一開始了 我還是回歸一下我們節目的傳統 我還是選了兩則財經新聞 要跟我們的聽眾朋友來一起來做一些分享了 所以首先還是我們先也請阿姐跟小禎一起來聽聽了 好我選了兩則新聞喔 跟各位投資朋友分享 首先呢第一則就是這個禮拜雖然有這個國慶沒有廉價 國慶一天假 但是呢 呃這禮拜在呃放假的前一天 也就是10月9號 大家要先來關心什麼事情呢 也就是台新病星光 這之前的這個金晶病的一個話題 原本啊台新要病星光 然後中信金跳出來想要用公開收購的方式 不過因為被金管會打槍的之後 現在現在看起來就是星光跟台新金 那為什麼說這個禮拜三很重要呢 因為星光金跟台新金在這個禮拜三要共同來召開 臨時的股東會來表決這兩家金控後續合併相關的事項 所以當然還是有三大變數 雖然現在看起來是合一併購 但現在還是有三大變數喔 第一個就是雙方 在這一個禮拜的臨時股東會 到底有沒有辦法投票 得到他們的股東的認可 這是一個變數 因為星光金有43萬的小股東 也就是散戶小股東 然後這個數字是過半的 他的持股小散戶持股過半 所以其實小散戶們現在的意向如何是一個很重要 能不能過這一次併購有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當然之前有上演了很多的徵求委託書大戰啦 那等等相關訊息 所以接下來這個禮拜三 身為如果是在這過程當中 你有買這兩千金扣股票的人 這禮拜三就這個併購到底會如何發展 可能是你在10月10號放假之前 你要先關心的一件事情了 再來呢這禮拜也就是明天 還有一個投資股票的人 你也要關心的事情喔 就是鴻海科技日在明天正式開始了 而且這個鴻海科技日明天是否 有特定的媒體啊或是一些重要的人參加 但是10月9號也是禮拜三 他有開放給一般民眾參加喔 這次的鴻海科技日 好所以呢這次鴻海科技日要關心什麼呢 他這次有三大重點 包含智慧製造智慧的電動車 還有智慧城市 是他這一次科技日的三大主軸 現在市場最關心的是 因為你知道 呃今年的上半年鴻海大漲的那一波 大概漲的是他的AI相關的伺服器的 相關的話題 但是喔現在市場就在想啊 那你這從200塊有沒有辦法再往上走 供250供300也有當中有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他的電動車有沒有辦法開出一個 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事情 就在這個周末傳出來說 呃鴻海喔 他現在新宣布攜手義大利的汽車設計公司 他叫做賓妮法利納 好他要來打造 為鴻海打造一個新款的Model D 好這樣的一個電動車 那這台這間 啊義大利的設計公司有多厲害呢 給大家一點歷史好 這間義大利頂尖的汽車設計公司 他曾經為法拉利 馬薩拉蒂 還有賓士的AMG等等的品牌 來設計很多款的經典的 車款 所以這一次喔 在先行錄製的相關的影片當中 這間公司的執行長 也都有出來錄了很多的影片 然後希望在未來跟鴻海 有更多的產品線上面來做一些合作 所以也因此就留了很多的想像空間 現在市場最關心的 還是鴻海有沒有辦法 把他騎下這些電動車推廣到海外市場 好那以鴻海來說 目前今天的股價是上漲超過1.8%的幅度 目前呢今天10月7號早上9點12分 台股目前是上漲超過1.5% 是上漲333點 現在的價位是站在22636點 今天的台積電好上漲了2% 連發科今天開盤要是上漲超過4% 那之前喔那些露股 不過露股到他們的11長假放到今天為止 明天好明天開始就會看到露股重新正式開盤 不過大家應該有follow到這幾天啊 露股真的很瘋狂 兩倍槓桿相關的ETF到今天到現在 上禮拜上禮拜我記得漲了20幾% 到底今天來說中性中國50正惡 到現在還是漲超過10%這樣的一個幅度 看起來露股的瘋狂程度 還在持續的當中 好啦回過頭來不好意思喔 我把兩位晾在旁邊了一下下的時間 OK 回到了我們這一個第一個小時 想要帶給大家的主題喔 就是和父母好好相處到老一定要談錢 當然我把兩位一起邀到現場 我想要先同時也給聽眾朋友一點點感覺喔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follow在podcast上面 有一個新創起的一個頻道 這個節目名稱呢叫做羊肉爐 好這個其實是阿爾姐跟女兒小禎 去年開始創出來的一個新的podcast的節目 同一時間那麼你們還有一個帶貨的一個line的一個群組 後來我才發現說 原來是阿爾姐你自己提議 去年10月開始你提議 然後要跟女兒一起創業 可能人家都說夫妻都不要輕易的一起創業 親子兒就父女之間 不是父女對不起 母女之間 這個創業真的OK嗎 誰要先來聊一下 最好是不要 當然是媽媽先聊了 因為是我起了這個頭 我的女兒其實17歲的時候罹患血癌 是 身體一場病之後呢 她就變成公主了 因為我生怕她太累 然後身體健康出問題 又怕她去太遠的地方 又怕她離開我的視線 我覺得所有的害怕都急於一生 而且媽媽的恐懼是 我很害怕她沒有把自己的身體搞好 再生病怎麼辦 可是呢就是命運的安排 本來是畫畫後來走上的演藝事業 她是台藝大戲劇系畢業的 她叫演戲 那我在演藝圈看過這麼多的演員 這麼多的名人 這麼多的藝人 我當然知道大家慢慢走著走著 會到什麼路 我就跟她講說 我跟你講演戲早晚會餓死 因為你不知道這個戲演完以後 你知道小孩子 下一段話在哪裡 小孩子會說這就是 孩子的夢想 這就是長輩 這就是長輩 我的想法也不是馬上立刻就說 你這樣子沒有用了 我就讓她去try 你知道做父母很難 有時候呢很想要幫忙 有時候我還要踩住刹車 所以子娟我已經踩住刹車一年了 我看了她一年 她就闖一年 她就去闖一年 她都在audition 然後這邊試鏡那邊試鏡 然後呢其實很受挫 一年開始都是這樣的啊 是 你不斷的一直被選擇 一直被選擇 最後回來 我還要安撫她的玻璃心 不是你不適合 不是你不好 應該是她這個角色 她有設定要什麼樣的人 好啦 條件不吻合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被選擇被淘汰 然後她也必須養活她自己啊 你是住在家裡 吃家裡 用我的 吃我的 睡我的 哈哈哈哈 那你怎麼 你有一點用途啊 不是很好嗎 謝謝你 人家都說 她父母好好相處 父母都很怕自己 哦 無用武之地對不對 我好有用武之地哦 然後她就跟其他 學藝術的朋友一樣 每天在等待一個機會 可是要養活自己啊 她就在咖啡廳裡面打工 去打工才知道 老闆叫你去洗廁所 你就要洗廁所 老闆叫你去洗杯子 你就得要去洗杯子 後來練就很好的功夫 就是咖啡他也會拉花了 所以 他就這樣子要去接受 被別人磨 人家講說一子而交 我真的覺得非常有道理 可是我還是怕他會餓死 我怕他會活不下去 再來已經不是經濟的問題了 是自信心不斷的 哦確實 被影響 甚至會自我否定 我到底有沒有這個價值 然後童年齡 會拿來檯面上一起比 哎呦他一直往上哦 那我呢 我也往上哦 大家互相 替力互相往上的時候 那是一股力量 可是那也是有受挫的能力 於是我自己最大的本事就是做廣播 我在廣播做了這麼久 我說要不然 現在 podcast 也不用到廣播電台去遞什麼名片啊 拔送人家給你一個時段啊 我們自己做好不好 哎 他跟我說 想想看欸 我只想了一天 我邀請她 不到二十四小時 她還說想想看欸 這叫做慎重 沒有 紫娟我跟妳講 在業界 如果說 阿爾姐要來 要帶徒弟 我跟妳講會排隊排到那個 對 但是妳要在業界 妳又不是在公司講 妳在餐桌上面講的啊 對不對 不一樣啊 好真實 好精彩 來繼續 哈哈 然後她就說 她認真的想了一個晚上 我又踩住煞車 我當天晚上 躺在枕頭邊跟我老公聊天的時候 媽的 對不起 哈哈 真是的 我跟她提出這個邀請 她竟然跟我說 她想想看 什麼東西 慎重啊 我覺得不錯啊 慎重 因為她總要想一下 我的時間有沒有辦法做 我的能耐有沒有辦法做 如果她就隨隨便便就答應了 妳應該才要覺得 其實我想的是 我的脾氣有沒有辦法做 哈哈哈哈 就是 我的這個狀況跟我媽媽 我們講個性完全不一樣 她是超級急性子 然後呢 我是事情我想要規劃好在做 所以我常常會覺得 自己在被她鞭子走 然後我會很怕自己喘不過氣 所以我是在深思熟慮這件事 然後但是我後來 怎麼會決定說 好那跟媽媽做 是因為 為什麼不 我一直問自己 為什麼不 我為什麼會 第一時間會有一種 不想跟大家一起做 是因為 這個不值得做 還是我只是不想跟媽媽做 哦 對 就是兩件不一樣的事情 對 兩件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後來就搞清楚說 對 她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前輩 如果今天前輩有意願帶 我也有想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她也是一種開創性的內容 為什麼不行 所以我就跟她說 欸媽媽我覺得我們來做 我過一天之後 當然妳還是很開心的吧 我還是很開心 我還是很開心 可是 可是我不敢自己教欸 因為她是一張白紙 她完全沒有了解 也不知道怎麼是做節目 於是我就請了一位老師 就是也是我們以前 廣播電台的同事 我說來來來來來 妳幫我調校一下這孩子 她就手把手的告訴她 怎麼樣去企劃一個內容 你的對象是誰 怎麼上架 怎麼經營 怎麼寫腳本 好啦 開始有師父帶了師父引進門 修行就在個人 然後沒多久以後 她這樣跟我講 媽媽我好痛苦 我說為什麼好痛苦 她覺得她被框住了 因為當教練告訴你 要這樣做那樣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做不到 然後教練其實也沒有辦法 完全知道你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那個沒有辦法 因著客製化的去看到你的問題 跟協助你 你就會覺得綁手綁腳 她就有一個撞牆期 於是我又跟她 她重新調整的互動 我說沒關係 打掉重練 基本概念有了 要不然這樣好了 你先把媽媽當成是model 所有的節目在開始的時候 我來主key來帶 你先跟 就是那個捧哏啊 一個捧一個哏啊 我們先稍微搭配一下 嘿 沒想到這樣子搭配之後 她就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而且我現在是跟 非常尊敬年輕的朋友們 我真是虛心受教學習 年輕朋友 真好 在網路上 本能耐 因為她想到了許多我沒有想到的東西 就是剪短影音啊 增加觸及啊 對 下飆啊 然後金句連連 真的 我就發現 誒 這是一門學問 厲害 我每一次想要跟兒姐討論要怎麼下飆 我都會覺得 哇 我下次不要再問她了 一點參考價值都沒用 我都沒用 都可以 她回答都可以 或者她會給我很無聊的題目 你知道嗎 就是很死板的那一種 很死板 她就是 她可能 她在努力的跟上年輕人 可是她沒有辦法去改變她寫意裡的那個年代感 年代感 對 OK 就世代的觀念真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楊如如的節目裡面就是聊世代 比如說 我這一輩的跟她這一輩的用錢觀念一定不同 我這一輩跟她這一輩認為孝順父母的態度一定不一樣 那尤其是我經過十年照顧媽媽 還有小珍那時候生病 還有我妹妹中風 這個歷程以後我就發現 有一些叫做現實面 她不是只有談感情就好 就像我周遭也有很多的朋友 一旦父母過世之後 怎麼會兄弟姐妹本來感情很好的 然後說翻臉就翻臉了 然後我就想說 欸 我真好經歷的這些事情 似乎也在給小珍做了一個示範 究竟怎麼看到父母親去應對這些事情 可是當下我是來不及思考的 因為我被搞得焦頭亂額 我要照顧我臥床的媽媽 還有生病的小珍 真的很累很累 我很好奇 像剛剛你看 我們不過只是要聊一個 為什麼要做節目 還有包括要不要做短營 這標題怎麼下 聽眾朋友應該就有感受到 這個世代上面的不同了 可是其實做這個節目 羊肉爐的出發點 阿姐剛剛你也講 因為你是擔心 你不想要小珍一直在 追求演員的夢想當中 一直在被選擇 或者是說 收入上面希望 至少你要能夠穩定一點 你的信念 你的自信 所以這其實也是一種 金錢上面的不同 所以好 如果我們就回到做這個節目 可是從就是擔心收入 想要穩定你收入的這件事情來說 小珍你先開始 你覺得呢 你媽媽擔心你的收入 或者是錢的這個問題 你當時你的想法 其實我可以理解 然後我自己也 我自己也在擔心這件事情 但我剛好畢業那一年 因為我在打工 然後我又住家裡 所以就算沒有賺很多錢 我還是活得 閃拿一下還是有 活得下去 對 那是活得下去 但是活得不自信又不自在 所以呢 後來一起工作之後 我發現真的有差別 因為其實你一直在 audition的路上 你 我覺得我現在已經練舊了 就是我很習慣被選擇 這個還好 可是我覺得 會卡在另外一件事情是 你的 你的付出跟你的回報 是不對等的 在如果我沒有一個 穩定的收入的狀況下 面對這樣子的情況 它會非常打擊我的自信 然後呢 一方面在可能戲劇表演工作 你沒有辦法得到相應的報酬 然後你也沒有多餘的時間 可以去做更多的學習 再來 你今天是打工的話 你會覺得你被時間定義 你的價值只有時間 然後你找不到 怎麼樣去成長 然後開始做podcast之後 我覺得最大成長 其實收入這方面 當然會給自己自信 但是我自己本來 就不是一個很喜花的人 我覺得更多的是 在練習怎麼樣去創作節目的這一份能量 是在這一年之間 我覺得有很大的改變的 而且不管是 在這個企劃上面的專業能力 或者是我在 我發現我自己在跟別人對話的時候 其實是比較有自信的 你比較不容易嘴軟了 真的 會很容易嘴軟 就是你如果今天 好我今天就是接案演員 然後我就在part time 你今天出去要去social一圈的時候 大家說你在做什麼 我在演戲 然後呢 那你有什麼作品 你最近演了什麼 就是那個什麼的廣告啊 或者是那個什麼戲劇的什麼角色 然後大家就會 啊 這樣 哈哈哈哈 我必須得說 譬如說 你像我們來說的話 至少我現在就會認識小禎 因為羊肉爐 對啊 在你還沒有 在你還沒有 呃 可以讓人家直覺 馬上聯想到的作品出來之前 對啊 至少你現在先有一個代表 做出來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好 那我 那我好奇 我一下 既然你媽媽坐在這裡 好 我來問一下 那你知道你媽媽 你有多少錢嗎 我媽媽 你沒有聊錢嗎 我們其實沒有很認真聊 但我覺得我們兩個 沒有一直很認真聊 是因為 她屬於一個很大方的人 她不是很在意自己 口袋裡有多少錢 她比較在意自己 可以用的有多少而已 她 我們最近也一直在聊說 理財規劃這件事 對 對啊 對啊 你們怎麼聊理財的事情 我就是在跟她講說 你到底有沒有 在幫自己準備退休的景 你 你問你嗎 她說她有沒有幫 對啊 對啊 因為你知道 我沒有 我還負債 我房貸還很多 我小時候啊 就是一直覺得 我媽就是一個很大方的人 她不會幫自己買東西 可是她什麼地方很肯花錢 她很肯在家人 家人身上 媽媽都這樣啊 尤其是家族旅遊 家族聚會 家族旅 這種會花很多錢 尤其你又是名人 我是長男的媳婦 又是長男又是名人的時候 在家族聚餐 你就是付錢的那個人 因為我也是 你看吧 是不是 我其實也是老大 是不是 所以就會有一種責任感 然後呢 會有一種害怕 所以她就是一個 瘋狂努力賺錢 就是一直很大手大腳 花錢在家人上 你看到你媽有這個狀況 她有 她很嚴重 你有跟她講過說你這樣不行或你應該怎樣 有啊 我要不要先等一下 我們家現在還有一個剛兒子 對我知道 我們家現在還有一個剛兒子 他好像已經想要 台風天娘要陪他運動 請盡所有的想要養他 我想說 哈囉小姐 你已經養兩個女兒了 你要算一下口袋裡 到底還有多少錢 她說 啊好啦 我還有房貸 那你要認真幫我賺錢啊 然後這個話題就會結束 哈哈哈哈 我們兩個聊錢 就聊到這邊而已 好 這個是小禎擔心阿二姐 那阿二姐 你自己過去 你媽媽照顧了非常的久 可是在你的成長的過程當中 你有曾經想過 想要了解你媽媽有多少錢嗎 不可以問 會被罵 會被 我有會被打 會被罵還好 我不能夠問我媽 我媽媽是一個 非常沒有安全感的人 她13歲就沒有母親了 所以她是一個大姐 她帶著弟弟妹妹長大 然後她必須 錢是她的膽 對 但是你知道 她沒有錢她會慌 所以我媽媽對錢 是充滿了控制欲 跟佔有欲 有一句話是這樣講 她說 人是英雄 錢是膽 對 她這個膽 其實給了她很大的膽識 所以她讓自己有一片天 她有房子 她有儲蓄 但是她對子女不信任 那我媽媽狀況有點特別 她是有憂鬱症 跟躁鬱症 疾餘一生的人 這種對錢 沒有安全感的人 她是死都不能夠 讓你碰她的錢 你知道我結婚之後 我沒有娘家的鑰匙 我媽怕我們回家偷錢 她出去就破出去了 她怕我回家偷東西 我沒有娘家的鑰匙 她怕我回家偷東西 我媽媽在我這邊 我照顧了這麼久 我完全不知道 她的存款有多少 然後她到底有多少錢 她的那個存責在哪裡 印章在哪裡 我都不知道 因為她不願意交代 以前我曾經問過她 然後她媽 妳想不想想 妳想想什麼 我跟妳說 一家人就沒要留給妳 一毛錢都不留給我 可是我真的覺得我媽 妳不認識我 我其實是很大方的 我不會跟妳很計較 但妳跟我計較的時候 我忽然間也覺得說 那好啊 妳今天怎麼對我 將來我怎麼對妳 對 人是互相的 人是互相的 可是偏偏我媽媽是 無預警的情形下倒下來了 我們真不知道 她錢在哪裡 有多少 這給子女帶來 非常大的紛爭跟困擾 因為我們動不到她的錢 甚至連在哪兒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那我大概知道 她習慣就是放郵局 跟我們家樓下的 那個信用銀行 我知道是這兩個 那還有沒有多的 我也不曉得 然後這兩個的 害度就不一樣 比如說郵局 她要我們全家人 都要一起出現 就是我哥哥 我妹妹 我的手足都要一起來 或者帶媽媽一起來 她要證明 是我媽媽要動這個錢 我們才可以用 結果呢 我們到了現場 真的把我媽媽扛去了 然後真的啊 要不然 她就坐著輪椅 就這樣躺 這樣不能躺啊 然後因為郵局的那個 經理是認識我媽媽的 以前常常往來嘛 喔 歐巴桑 你現在怎麼變成這樣 不要聊天 現在不是要聊這個 後來她跟我們錄一段影片 就是證明說 我們是在媽媽同意 允許的情形之下 動用這筆錢 好 那這樣子也OK了 我不知道現在用什麼方法 當時我們是用了 這個方法之後 我們才開始用了媽媽的存款 來支付她看護的費用 然後跟手足坐下來談 怎麼運用媽媽的錢 但是我還是有一個 信用合作社的錢 我是動不到的 然後她就死不讓我動 怎麼通勤打底 怎麼跟她講都沒有用 最後只能等我媽媽一張 死亡證明書去的時候 才能夠結單 而且人家也很麻煩你知道嗎 因為她不授權給你去做這件事情 對於信用合作社的人來說 他們好多手續要跑 就每一家的條件不一樣 然後認不認識 熟不熟也不一樣 所以到底有沒有什麼通則 你可能要先了解一下 否則你都不知道 你給孩子帶來多大的麻煩 對好就是一個實際的故事 跟各位聽眾朋友分享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世界把抓在節目現場 我是芷菊 好剛剛在前一段節目當中 聽到阿二姐非常活潑的分享了 但剛剛進廣告之前 大家有沒有聽到 就是阿姐直接分享 她在處理她媽媽的錢 這個問題的時候 因為媽媽突然間倒下去了 她沒有辦法告訴你交代事情 對 所以你看有兩個帳戶 一個可以用得到 但是一個真的要等到 死亡證明書來的時候 她說你才可能真的有辦法 去動用到她 甚至當時裡面 可能有多少錢狀況 通通都不知道 這其實對於子女來說 是一個困擾 那只覺得我今天出了一個 和父母好好相處到老 一定要談錢的一個音頻 這是一個音頻的課程 當時會想要來出這個 相關的主題的原因 是因為我自己的感受是 因為像我是財經主播主持人 然後我聊了很多的理財 我的粉絲群眾裡面有很多人 大家都在學習如何理財 然後你會發現 大家現在的理財意識 也都非常越來越強烈 你看連小禎 25歲對不對 剛剛都可以講說 媽媽要理財 要準備退休 其實大家現在 你不覺得 大家的理財意識 是上下的 然後我們 我自認為 我們這個世代好 20到40左右 這樣的一個世代 我們都是有這樣意識 而且我們有把自己的理財 財物狀況相關的 已經慢慢都做得好了的時候 下一步其實我們的重點 是要關心長輩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今天你家的長輩 你的父母親 財物出了狀況 可能是生病了 可能是被騙了 可能是他就是退休 寬沒有做好了 他一旦出了什麼狀況的時候 你說我們可以完全不管嗎 不可能的 所以你如果沒有把你的長輩 你的財物狀況弄好 對你自己來說 就是你的風險了 是而且其實 像我還有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我公公當時在外面 是有負債的 那又是另外一個情形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他在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等他中風倒下來 回來之後 我婆婆哭天搶地 但我們為人子女的 只能去善後處理 我們只能善後 然後 你不可能不理 然後你最後也沒有辦法 去完成什麼 因為他在銀行裡面 借了很多錢 銀行每次打電話來吹腳 我告訴你 你沒有處理好的話 他還會把這個債權 轉給另外一個債主 來跟你要錢 不不不 簡直每天過著那個 擔心害怕的日子 接了電話或者出了門 他都覺得很恐怖 然後接到掛號信的時候 他就嚇哭了 他就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 你知道我們那個情況的處理 是最後也是只能夠等他 死亡以後 再來了結 立刻去做 拋棄繼承 你知道我真的 我沒有想到 哇 我都碰到了 一個要拋棄繼承 一個是錢不知道在哪裡怎麼處理 等我媽媽喪禮辦完之後 你知道手足翻臉 比翻書還快 以為說一切都圓滿落幕了 好 我們又有一個不動產 對 那個不動產來的時候 就是說 這樣算什麼的 傳統觀念喔 我們家啦 也被灌輸這樣 長子嗎 嘿 長子 男生 對 就是他的 可是 法律上是平分喔 法律上是平分喔 法律上是平分 後來我的手足給我拍桌子說 你為什麼這麼貪心 我為什麼這麼貪心 什麼叫做我為什麼這麼貪心 而且我照顧了七年耶 我照顧的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那還好我也有賺錢的能力 可是你說我有賺錢的能力 我就甘心放手這可能屬於我的權利嗎 我其實也不爽耶 當然 因為我覺得 是心情的問題 我是心情上過不去 為什麼勞力苦力都是我 然後最有好處都沒留到我身上 況且我會帶著小時候的印象到現在 其實一路成長上來 爸爸媽媽其實都很偏袋男生 然後我們就是隨便靠你自己 但我現在也很感謝啦 為什麼感謝 我發現沒有閃的小孩很會跑 我自己因為什麼都沒得依靠 我就自己闖出一片天來 可是你知不知道 你給孩子帶來很大的困擾 其實阿姐這個例子喔 我們在這個心上課程當中 我有跟這個律師對談的過程當中 也有舉到一個例子 還跟阿姐分享 這個例子它是這樣 其實很類似很類似就是 爸爸爸爸失智 那爸爸失智之後通常啦 呃這種長期照護工作 通常都會落在 呃沒有結婚的子女身上 通常就是因為沒有家庭的那個 就是他的單身那個人 好像很長就會被落入 他負責成為主要照顧者 我認識曼娟老師也是這樣子啊 就是沒有結婚的那個人 他會負責成為一個主要照顧者 又或者是真的好可能經濟收入 稍微比較在兄弟姐妹當中 比較高的那個人也會 變成一個主要照顧者 好這個問題狀況出現在這個例子 當中喔就是爸爸好我們就 稱之為他叫做李伯伯好了好 李伯伯他失智之後他的兒子啊 就是那個沒有結婚的那個兒子 好他就他本來就跟爸爸同住 因為他沒有結婚好那當然他就 變成主要照顧者啦那個時候呢 他有一個弟弟有一個妹妹 他當然也會跟弟妹溝通 欸是不是應該要請怎麼樣看護 要怎麼樣的醫療 可是到後來他就會發現 到之後常常一言不合 因為每個人的意見都不一樣 他會覺得 弟弟妹妹覺得可能應該要更好一點 那哥哥這時候就會出來說 那你那麼會講你來做啊 沒事都是這樣嘛對不對 阿爾姐應該很有感覺 對好所以就意見不合久而久之之後 這個老大也不想要跟弟妹講了 他也不想要取得你們的意見 反正他就是自己攬下來照顧 在自己攬下來照顧的時候 他們住的那一間房子是爸爸的名字 爸爸有錢是爸爸的名字 然後爸爸在外面還有一個收租的房子 可是爸爸沒有什麼現金 他就是兩間很傳統嘛很常見的 他自己有住的一間房子 那可能以前的去給處之類的 那一間他沒有賣 他拿來出租收租金 他爸爸就這樣了兩間房子 然後也沒有其他的現金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需要醫療費用等等的現金部分 除了外面收來的租金 去付了爸爸的醫療費用之外 其他的其實都是這個大兒子 工作的錢 對掏出來 好去照顧 好啦一切幾十年的時間過去了 結果爸爸走了那一天 又回到了要分財產的時刻 這個時候這個大哥當然就覺得說 欸我照顧了這麼多 理當我應該要拿多一點吧 好這個時候呢 他的弟弟妹妹說沒有啊 我們就一切按照法律來走吧 評分 這件事情在大哥的心裡 他一定覺得非常受不了 因為他說這過程當中都是我主要照顧的 所以後來他就去打了官司 他去打了官司 他就去打這個官司 他認為他這過程當中他提了很多的單據 他把爸爸的醫療費用啊 過去的生活費用啊等等等等 通通都單據通通都拿出來 然後他認為這個弟妹們應該要一起負擔 但大家要不要猜一下 最後官司的結果 應該是評分吧 對 最後官司的結果 對 官司的結果其實 法官司 法律是這樣的啊 法律是不接受他過去這個主張 重不是 但重點是 法官的意思是說 在 嗯 他的意思說 如果今天這個大哥喔 要去跟這個他的兄弟姊妹 討過去他照顧父親的費用的前提 是這個爸爸沒有錢 喔 因為他有房子 對 這個爸爸他自己有兩間房子 所以在法律的觀念裡頭 大家要知道喔 在法律的觀念裡頭 因為法官他們會認為說 他有一個本來可以賣掉 但他沒賣 當現金的房 他沒有賣 所以他認為這爸爸是有錢的 所以其實在法律裡頭 他會認為在客觀上面 他會認為這個老父親 他生前是有足夠的財產 來供應自己的生活 他沒有不能維持他生活的情況 所以在法律上他沒有權利要求 其他的子女撫養他 所以老大供給爸爸那個錢 充其量他只能夠叫做孝親費 他不能夠要求他其他的兄弟姐妹 來回過來跟他評分這筆費用 在法律上面呢他會認為說 所以大家也要知道 在法律上面他們認為照顧 父母親的那個費用 要用父母自己的錢優先來做 什麼時候你可以去要求 子女一定要來一起負擔 扶養費呢 是在你的爸媽媽完全沒有錢 沒有財產 沒有房子 他們的生活不能自理 沒有辦法維持自己生活情況下 才可以 哇賽 這個一般人怎麼會知道啊 而且你知道照顧父母已經很忙了 我當時在照顧我媽 還有照顧小鑽的時候 我已經被這些瑣碎的事情搞到完全沒有體力也沒有力氣 研究這件事情 對 所以好像這件事情可以早一點想一下 對 所以這就是 我覺得 為什麼要跟父母談錢 除了你要去關心他 你自己的自我風險意識之外 實際的狀況是太多了 還包含 因為現在的離婚率是蠻高的 所以現在也會有類似的那種狀況是 嗯 這個就是我的實際案例了 好 這繼續繼續講故事 繼續講故事 好 這個也是我的實際案例 我的朋友是在他的 他大概幼稚園的時候 他的父母親離婚了 那他們就是兩個小孩 那傳統上很容易就是媽媽帶走女的 然後爸爸留兒子 就是好 一人帶一個 對一人帶一個拆開來 好他在他幼稚園的時候就離婚了 那可能啊 可能當時 父母親真的是有點撕破臉到 老死不相往來的那種境界 他就是反正兩個人分開說 他們以後就再也不想見了 好 倒也相安無事過了 過到現在 那以到我們這種三十幾塊四十歲的人來說 好 所以你想想看喔 他我的朋友是男生 他跟他的姐姐已經二十幾二三十年 完全就是沒有這個人 你知道他們是陌生人 很焦急 對 後來他爸爸得了癌症 那臨終之前 突然有一個小小的願望 想要再看女兒一面 好 所以我的朋友也真的是 就是去把他的姐姐 然後看完了之後一面 然後事情也就結束了 也都善後了 但問題來了喔 他爸爸的遺產 平分喔 他有那個姐姐喔 法律上是這樣子 是對 對 然後我同學超級不甘願 超級不甘願 重點是他有說的 他說可是我爸爸之前 在生前的時候 他有說 他要把財產留給我 他有說這房子會是給我的 他有說這些東西是要給我的 問題是他爸爸沒有留下任何的 要立遺囑啦 沒有 他沒有立遺囑 他沒有立下任何 可以證明這件事情的東西 所以回過頭來 他要平分 他很不甘心 他覺得說這個 姐姐我二三十年沒有看到他了 對啊 所以 大家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有的時候 真的必須要拿出來談 因為有太多狀況 你必須要事前處理 不是我這代而已 小禎自己也不知道 他同學常常在跟他哭訴 就是阿公阿嬤沒有把事情搞好 對 沒搞好 而且尤其 其實我真的覺得 以前根深蒂固 那個重男輕女的觀念很恐怖 我有一個好朋友 然後他 他的 就是怎麼講 應該說我兩個好朋友 他們是表姐妹 然後呢 他們的阿公去世的時候 才才沒分配好 家族就會因此決裂 對 就直接決裂 決裂到明明我們是三個好朋友 但他們因為家族決裂的關係 不能見面 所以你們三個人要拆火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現場 沒有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世界一把抓的節目現場 我是紫娟 好 小禎剛剛進廣告之前的故事 還沒有分享完 喔對 就是呢 他們因為阿公的資產沒有分 遺產沒有先分配好 所以呢 導致說 媽媽跟爸爸那一輩的家族決裂 他們就沒有辦法再見面了 然後就變得非常尷尬 然後呢 而且是到後來 因為其實 欸 阿嬤還沒去世喔 阿嬤還沒去世 所以那時候弄得很不愉快 後來就決裂之後 那個阿嬤就被女生的媽媽那邊 帶走去照顧了 然後在阿嬤要圓滿之前 因為已經老死不相往來了嘛 所以他們趕緊把阿嬤的資產 全部都分配掉 阿嬤還沒離開之前 他們先分配掉 因為如果他變成遺產的話 欸 那個男生又回來了 所以就 欸 這邊就結束了 所以依然還是決裂的狀態 沒有辦法了 這種故事真的真的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我在這邊 也跟天后朋友來分享一下 在和父母好好相處到老 一定要談錢 這是 我要先說 這是一個音頻 音頻的課程用聽的 那當時的出發點是 我先從我自己身邊的故事想法出發 因為我身邊現在 除了看到這種狀態之外 也有看到很多是 有一天他突然發現 他原來爸媽是有負債 尤其是在疫情那段期間 他就突然發現說 我都已經這麼大了 然後我突然發現我爸媽 我家是有債務 可是我可能過去不知道 這是一種 然後我身邊還有看到是 父母被詐騙 被詐騙幾百萬的 也有 然後就好多各式各樣的問題 開始出現 所以我突然就深深的覺得 我們把我們這一輩 把我們自己的錢財顧好之餘 你真的必須要花點心思 往上金錢也是需要做上上管理的 所以金錢你如果沒有做好上上管理 就是你自己的風險了 這是我當時最大的痛點 就是我身為自己的痛點 所以用這樣出發角度 來想到這個課程 那我覺得我們設計的是用聽的 因為我覺得能夠去思考到這件事情很重要的 我們已經很重要了 已經很厲害 已經很偉大了 我們不需要再看書看文字好像像上課一樣 我們不需要一定要用眼看影片 通通不用 你就用聽的就好 所以我們特別設計成用聽的課程 那這課程當中呢 我們也是拆了三大主軸 第一個我們先聊溝通 欸 好好說話 欸阿姐你知道我們把那個父母分成了很六種類型 我們分成了六種類型 Oh my God 我是哪一種 有那種控制型的 還有那種很軟弱衣服型的父母 然後還有那種就是很傳統的 在外很凶狠 但其實對內又是小綿羊 我們先把父母做了六種類型的分類 好 然後接著我們就請了心理師來幫我們來聊 如果針對這不同的六種的父母 你分別應該要怎麼跟他相處 你要怎麼樣 欸不同的父母 你當然 其中我印象很深刻是 我們有碰過那種父母就是 永遠負面情緒很強 喔 然後子女就會不想要跟他聊 因為他會覺得 很小心喔 我講到最後就是很不舒服 關於這種父母 那時候心理師有教我們一件事情是 首先其實不是你必須要想辦法怎麼跟他共通 首先是你必須要能夠辨別出來 你父母講出來那句話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蛤 喔 你要能夠去catch到這件事情 如果你知道說其實 你自己也能夠去抽離 這件事情它真的不是他真正的心意的時候 重點是你要能夠把你自己從那個情緒當中抽離出來 你不能把自己放在裡面 不要被他的情緒影響 可是老人家常常講不要 不必了不必了 所以你要看懂 看懂他真的裡面核心是什麼 你阿媽常常這樣子阿 我就知道 你剛剛就是這樣想 所以你剛才講這一題的時候 你整個 整個轉過去很認真 因為我伯伯就是那種很哀怨 然後他在抱怨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其實聽不到他的重點到底是什麼 所以他說重點是你要能夠把你自己抽離出來 你要把你自己抽離出來 你不能夠 抽離出來 真的跟著他在那個情緒裡 我只要聽就好了 不要被他帶著走 沒有他說你可以 其實你根本也不用聽 你就是 我就是太認真聽了 他說你就是完全把自己放在外面 你不能 他說重 他說這件事情很 拿出來 碰到這種父母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先把你自己鞏固好 碰到這種父母 你也不用想說你真的要怎麼樣 教育他 告訴他什麼 不用 你重點是你要先把你自己的情緒 鞏固好 這件事情比什麼都重要 嗯 我真的要練習 因為我媽媽在倒下來之前 他也是對我們情勒很嚴重的那種媽媽 對 然後所以我其實要花好大的力氣 他一個早上打電話來幫我湊媽一頓之後 我要花好大的力氣把自己穩住穩住 因為待會我要去工作 我要面對好多事情 我要把他秉除在外 可是我往往都會跳進去 因為那是跟我一起成長的媽媽 所以你會有太多對他的不滿不爽 甚至還有聯繫 那個交叉了很多的情緒在裡面 好複雜 很複雜 很難很難做到 但是我後來發現其實是可以稍微練習 有其實有方法 有方法 其實有方法 所以我們第一大架構 我們就先把父母好 歸類了六種類型的父母 然後分別告訴你應該怎麼樣跟他們相處 因為說真的啊 剛剛也講了人是英雄錢是膽 談到錢的這件事情 如果你連溝通都沒有辦法做好的時候 不用談錢了 所以第一步我們完全沒有要談錢 第一步我們就聊 如何跟父母溝通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就會進展到 剛剛小禎擔心阿來姐的 他的退休金到底夠不夠 退休金問題啊 退休金問題 我還有負債 所以第二部分我們就開始好好的來聊 是如果身為子女 你如果想要去幫你的父母 看他到底生活費需要多少錢 支出到底要抓多少 他的老年支出到底應該要抓多少 那他現在收入到底夠不夠 那收入的這筆退休金 假設已經退休了一筆退休金 到底要投資嗎 如果不夠穩健會賠錢怎麼辦呢 這筆退休金到底應該要放在什麼地方 對父母比較好 這個是完全聊父母退休金的這一塊 大概是第二部分 太好了 到了第三部分 我們就來聊真的是所謂的傳承問題 也就是剛剛我們前面講這些故事 因為你有太多不同的可能 比如說剛剛我們前面講的 父母親需要長照了 錢要怎麼 要由誰來支付 由誰來照顧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 如果今天你是 你看剛剛講的父母親是離婚的狀態 如果你沒有先設立好遺囑也好 或者相關的先做一些更早的贈語啊 相關的規劃 這也是很麻煩 所以第三部分 我們就做到了傳承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整行的課程當中 除了有心理師之外 我們也找了CFP的理財顧問 也找了律師 也找了會計師 如果你要先請做贈語的話 我們也找了會計師 然後一起出發 建構出這一堂 和父母好好相處到老一定要談錢的 音頻線上 可我由衷的想要請 我主掌喔 我主掌很怕今天是阿二姐的 大家覺得阿二姐主掌 沒有沒有 我跟子娟學一下這幾招 真的要讓小禎學起來 我是已經過了 就是我的爸爸媽媽我已經完成 我已經用他們以前古早的那種方式 承受了那樣的壓力 然後承擔下來走過這段路 但我不希望去複製以前的那個路 因為那種爭執那種草 那種翻臉 小禎都目睹過 我覺得對孩子其實不好 好的 那你回家之後 就一五一十的告訴我你的資產 然後呢 我們再來做規劃 那你可以先寫一個切結書 然後你會保證養我到牢嗎 欸 我跟你說 可以 我跟你說 在贈語上面 有個東西叫做負有負擔的贈語 負有負擔的贈語 你可以寫個淡書 就是 如果今天我先贈語給你 但你沒有做到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 先寫下來 如果沒有做到這件事情的話 我可以把錢要回來 可以 謝謝 有這種 有這種 其實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跟家人談錢 大家會說傷感情 可是我覺得 該說清楚的 就要說清楚 你不要覺得說 我今天寫這個淡書 好像我 我會很不舒服 沒有 其實是一個 互相保護的機制 互相保護 真的是互相保護 對 沒有錯 該理性說的要理性說 是 而且其實我們都是希望說 錢可以產生最好的作用 但你死抓的錢 是一點用處都沒有 可是 如果有一天 你躺下來的時候 你沒有事先做好規劃 有的人 老人家很會常見 你知道我媽媽 把那個 駕金鋪啊 藏到 我們已經 老家翻片了 老家翻光光了 找不到喔 他真的是很外場 已經要 關落陰通靈了 怎麼都找不到 太好笑了 結果 我們全部人都翻了一片 全部攤開以後 什麼都找不到 竟然是給我們家看護 在最床底下的抽屜裡面 拿到一個塑膠袋 準備要丟掉的時候 一打開一看 太太你看 蛤 我媽媽的存責都在裡面 我心裡在想 阿布啊 你連到最後都不信任我 還通靈給那個外勞拿到 我還沒有看到這一幕 我什麼都翻了喔 不過那個本子也沒有用 那只是心裡覺得說 心裡要放一個 我要放下真的是 而且還有小禎 我們今天也要解放下 你要請我去羊肉爐喔 好喔 來喔 來玩喔 再聊繼續聊 要嫌清楚羊肉爐 我姓楊他姓爐喔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好 implemented OK 5 banyak 3 3 他14 4 8 15 17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